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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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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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問一個問題 在座你心裡有一片你最喜歡海灘的人 請舉手 不錯啊 大多數的台灣人其實都不太親海 即便我們是被海洋環抱著 其實是我這幾年來發現最大的一件事情 講這個也不知道跟大家全面開戰的意思 好像嗆聲什麼 不過 我們在看過這麼多台灣海灘之後 覺得說台灣人其實是還蠻跟海洋有一段距離的 這其實是我個人經驗 因為我是台灣市長大的孩子 台灣市距離海很遠 所以從小到大 我不太有真的到海邊就是常常玩耍的經歷 那當然我還是有時候會到一點觀光風景區 遠遠的看看海洋 就哇 就是海浪這樣拍打 夕陽西下去 嗯 心想海其實蠻漂亮的 第二個問題 再多近一個月內有到海邊呢 請舉手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這輩子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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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到海邊的時候 你有真的踏到沙灘上的請舉手 踩到海水 海裡游泳 不錯 我總覺得 我們跟海洋的距離 就決定了我們能看見多少問題 這個畫面是在新北市金山的沙豬灣 沙豬灣不是一個很多觀光客會到的地方 但有蠻多衝浪客 那邊浪點還不錯 有一點你看我們看到這個海灘 覺得嗯 蠻漂亮的 就海是海 天是天 然後沙灘 OK 跟我們想像差不多嘛 但如果我們願意再走近一點 對不起 剛剛畫面是這個 我們看到這隻沙豬灣 但我們遠遠看當然覺得它好像還好 但如果我們願意再走近一點 我們其實會發現 海灘上那些一點點零星色彩的 它並不是屬於海灘的東西 它是人為垃圾 而且塑膠居多 但如果我們願意再靠近一點 我們真的踩到沙灘上 我們可以看到它畫面是這個樣子 某種程度你好像分不太清楚 這到底是垃圾場還是我們的海灘 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寶特瓶啊 非常多的塑膠垃圾 全部撒在海灘上 數量驚人 但如果我們願意再更靠近一點 不是遠遠看著 而是我們去拾起一把沙子 我們去看它到底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沙子不再是沙子 它裡面混雜了很多塑膠的細塊 保麗龍 因為塑膠它進入環境之後 它不會 欸 消失不見 它只會一直裂結 裂結成很小很小的細塊 然後融入沙子裡面進入環境 那這種微型塑膠 它是最容易被海龜啊 金豚 海鳥給誤食的 有關海洋的動物其實都走不太掉 當然在更進一步進入生物鏈之後 它就進入食物鏈 然後進入我們餐桌 這都是有機可循的 然後我總覺得 台灣人不是不關心環保 只是我們都缺乏看見 如果做個比方 如果海洋是我們一個朋友 那它就會是那個 你跟他是Facebook好友 但他的資料 從來不會出現在你的動態時報上面 然後偶爾他忽然可能發生比較重大的事情 噢 他結婚了 他出生戶 噢 對對對 有這個人有這個人 有這個人 對啦 那年啦 怎樣怎樣 你會忽然想起他 我們都有這個朋友嗎 就他好像一直存在在那邊 但我們很少真的去他身邊 欸 繞一繞啊 轉一轉 跟他說欸 最近怎麼樣啊 就跟他寒暄一下 因為如果有 我們其實會知道 他可能哪裡身體不舒服了 其實這些身體的異狀是顯而易見的 所以 呃 我是一個台灣人士長大被都市患者的小孩 那這樣的一個孩子是 怎麼到後來去看見環境的呢 多虧這位 人帥真好的大大 Daniel Gruber 一位美國人 我非常好的朋友 幾年前我認識他 呃 他就是一個超級 極度愛好大戰的野人 就他很喜歡上山下海 那我認識他之後 他也就帶我 就 往山裡走啊 往海裡遊啊 就他帶我到很多台灣人 不會到的地方 就好像 他才是台灣人 然後我是外國人那樣去探索台灣 那你常經進海洋 其實呃 就像你剛剛看到那些畫面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常見 你可以看到 沙灘上 一堆塑膠垃圾 然後有時候好像是下雪一樣 你以為一片白是下雪 不是全部都是保麗龍 像海的保麗龍 那 呃 當你看見環境問題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他 你沒有什麼選擇了 你只剩下兩個選擇 二選一 要嘛 你會繼續默示 好像假裝說 啊 反正 有人一定會take care of it 就是有人會照顧他 反正 應該不干我的事 或者 另外一條路 你選擇做改變 你做點什麼事情 那 這個選擇有點殘忍 因為其實它裡面 不存在第三條路 不會說 哦 就是有一個模糊地帶 你可以在裡面說 哦 我知道啦 我在意 但我 還是過我的生活 這不是選擇 沒有這個選擇 那道德上 我們當然都覺得說 哦 我們不是一個 不應該對社會冷感啊 就是一個 我們應該跟環境都有接觸啊 但其實 當你不做點什麼改變的時候 你就在默許 這件事情繼續惡化 那 Daniel 他很早就做出這個選擇 就像 我一直記得那個畫面 那時候 我認識他不久 然後我們那時候在高雄 高雄有一個獸山 是蠻多人在地上會去 就是去健康步道的人 但其實比較少有人知道的是 壽山它其實是以前的 海裡面的珊瑚礁體 經過地形抬升之後 它變成今天的山 所以它裡面其實有很多那種 你可以去裡面洞窟探險的 中午時 中午時的洞窟 洞窟都很難找 所以到我現在都不大記得 但我一直記得的是 那時候去洞窟的路上 你會看到Daniel走在我前面 然後一路看到垃圾牌撿起來 然後撒在他口袋裡 撒在他口袋裡 那山裡面的垃圾 你也知道很陰濕 然後很噁心 然後很噁心 他就oh shit 你就知道看他那個反應 他知道很噁心 但他知道要這麼做 那我一直忘不了 我忘不了 那麼發自內心的一個舉動 我忘不了 然後直到他改變了我 所以讓我在這個二選一的路上 我選擇了改變 那只是我們把這個改變 從個人一路影響到群體 所以在2013年開始 透過線上跟線下的號召 有超過兩萬 將近兩萬人一次 實際有來參加過我們的淨灘活動 那小至一兩個歲 連淨灘兩個字都不會寫 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幫大人 處理他們業障的這些小朋友 長到大概七八十歲的 很可敬的阿公阿嬤 都來到淨灘現場 第一次來淨灘的人 都會心裡嚇到說 天啊 這海也太髒了吧 就是你可以看到針頭啊 什麼什麼一大堆的東西 那也有很多當地人 特別感謝我們說 謝謝你讓我這次這個機會 為我家鄉做點什麼事情 Sure don't tell 一直是re 並非常核心的價值觀 因為我們知道環保議題 我們很常用言語講 就像我們都有被教導嘛 環保商人是什麼 reduce reuse recycle 誰都會講 要不要少拿塑膠袋 要 大家都知道 但真的在做的有多少人 我們去外面看 我們去街上看 相對極少數吧 所以我們改變另外一個形式 我們希望用行動去證實 我們把一個一個都市人 從他的生活圈拎出來 到環境現場看 去看到一片狼藉的海灘 然後更知道說 我們應該要舉動用行動 而不是用言語再去溝通了 這個力量其實會更改變人心的 有非常非常多參與過淨灘的人 回來告訴我們說 天啊 我真的看海灘看了寶特瓶 看了我覺得業障好重 我回去真的不敢再用了 而其實他這個行動的力量 是遠勝過言語的力量 我們希望帶領大家 更多人去看見 去看見我們可以在海灘上 看到一大堆 你可以像這樣漁網深埋在沙中 你可以這樣拉起來一個又一個 不當的漁業行為 我們去看見海灘 海浪它像是滾銅洗衣機 這樣翻角了一大堆塑膠垃圾 人家噗啦噗啦噗啦的 你覺得好不現實 好像未來的科幻場合 我們也帶領大家去看見 有這些海漂的塑膠垃圾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有些 娃哈哈飲用純淨水 農夫山泉水 海洋污染不再是某地限定的 它是全球性污染 你可以在北海岸撿到韓國 中國 越南 日本漂過來的垃圾 但當然台灣也漂到沖繩啊什麼 我們都有貢獻啦 互相有交流啦 那海灘上的垃圾 真的是千奇百怪無奇不有啊 但你在這麼多瓶項當中 你可以好像在認清一樣 你可以看到 根據台灣海洋廢棄物的調查 你可以看到永遠蟬聯前幾名的 都是這些很眼熟的 欸 怎麼是你的那種感覺 欸 我早上在便利山沒看到你嗎 一些什麼寶特瓶啊瓶蓋吸管 我們生活中製造最多的 進入到環境也最多 那接下來可能就會問說 奇怪了 我如果垃圾好好堆在垃圾桶啊 我如果好好堆在說啊 環境不想跟我閉事啊 對不對 我們可能會有這種想要反駁的心理 但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製造垃圾量實在太大 而不是每一件垃圾 都可以被垃圾處理系統妥善地處理 也不是每一個垃圾處理系統 都可以承載這麼大的垃圾量 所以一旦系統有一點問題 它就會透過像是不當的掩埋 一些像下水道啊 或是惡意傾倒等等的途徑 進入到環境當中 根據主機處的調查 在幾年前台灣總垃圾 製造垃圾量是722萬公噸 那如果對這數字沒什麼概念的話 換算成我們那種一般家用的 那種會丟的垃圾袋 那袋一袋三公斤頂多啊 換算成那個的話大概是24億包 這麼多的塑膠 那也就是每個人每天知道0.8公斤的垃圾 大家如果還是沒什麼概念 跟我一樣數學不好的話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Rethink從2013年開始 我們辦理過超過80場的淨灘 走遍台灣各地 我們號召了將近2萬人次 然後花了超過150個小時 瘋狂地撿垃圾 猜我們撿到多少 55公噸 而且55公噸裡面包括什麼 鐵皮 原油桶 沙發 幾十萬個寶特瓶 所以透過撿垃圾 我們更知道撿垃圾 撿少垃圾的重要性 因為我們都知道 少拿一支新的東西啦 自備環保杯啊環保塊啊 老生常談 我真的不是今天來跟大家溝通這個的 而是當我們沒有看到環境 沒有看到他們在那邊呼喊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 又做錯了多久 回到我身上 我是個英文系的學生 我以前大學學英文的 所以在我開始跟環境有這麼多連結之前 我上述那個什麼垃圾議題啊 什麼海洋議題 我一個字都吐不出來 但在2013年我看見的問題 雖然說有一點晚 但我決定去做點什麼事情改變它 所以一路從那時候的個人到生活到群眾 到今天我們的組織Rethink 它是一個非力組織了 我們希望透過社群力量網路力量 讓更多人去看見台灣 然後用行動去改變它 那在這一路上我一直以為是 是我一直去改變環境 那其實反過來我發現 在過程中環境也不斷地去改變我 因為當你去探索環境的時候 哇 這些大山大海真的很美 你會想要去看更多 體驗更多 了解更多 但這就會迫使你好像 必須一直要離開自己的生活 離開你都市的生活 離開你舒適圈 然後你要進入一點 讓你有一點危險 讓你需要冒險犯難的時刻 而這種冒險犯難 那我就認為是台灣人 最需要的一個海洋精神 我們是海島的子民 我們被海洋環抱著 我們一直要出海 去擁闖未知 在過程當中冒險犯難 這帶給我們 是一個非常非常深的體悟 是一個我想要刻苦耐勞 可以冒險 想要創新創造的精神 那所以你看我們教育 它其實蠻有趣的 我們台灣人教育的時候 就會很希望大家說 哦 大家要創造自我價值 要創意 但我們看我們怎麼去教育 我們台灣人去接觸環境的 哦 海很危險 山上太危險了 不要去 浪費國家資源 所以它當中會有一個矛盾 大戰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老師 他就是在那邊靜靜地待著 然後等著我們去探索他 等著給我們非常非常多的啟發 所以我總覺得在你去探索 越多自然的時候 向內你可以探索更多的自我 向外你可以看到更多 體驗更多 但同時你會看到更多環境議題 因為它已經從可能遙遠的 天邊的北極熊啊 什麼暖化 你毫無感覺 到你只要一到環境的現場 你就看得到了 那今天在我分享之前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議題是不是有了解 但眼下大家都已經看到了 我們殘破的海灘 殘破的海洋 剛剛講的二則一的路 繼續漠視或是改變 你們要選擇什麼 我是黃志揚 謝謝 我是黃志揚 謝謝 我是黃志揚